孩子看到可爱小兔子摸一把抱一下 小朋友开心但动物们就不一定了 长臂远还在笼子内 工作人员也没做安全措施 直接拿电锯开锯 动保团体控诉 高雄小港知名的景观农场 没有善尽饲养的责任 长情被锁链锁住的鹦鹉 出现啃咬树干的异常行为 山羊也扒着栅栏 非洲狮子更是长时间处于呆滞状态 展翅区的部分有动物受伤 然后有出现异常行为 他们的后场更是非常的惊悚 有更多动物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惨烈 动保团体从去年会看六次发现了各种问题 动物们出现了皮肤溃烂掉毛 红鹤因为踩踏在不适合的石板地 引起勤掌炎 甚至羊驼身壁瘦弱 还有热衰竭 相继身亡 列出30多项有待改善的项目 不到一半符合标准 控诉业者没有拿到展演许可 却擅自卖票演出 为取得动物展演许可 人违法展演动物 我们基本上已经依动物保护法 业已处罚5万元在案 面对动保团体控诉 业者说会增加兽医和保育人员 加以改善 似乎真的附和不了照顾责任 因此开放民众任养 包括鹦鹉 小马小兔子可爱动物 目前有十多位登记 各式各样动物都有人愿意领养 去帮这些动物做审核 过去民众弃养宠物 原方照单全收 如今环境被一一检视 业者决定减少动物数量 重新调整经营模式 TVBS新闻方志诚 高逊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时 请不吝点赞